禁止废话 这是世界上唯一仅存的中国末代皇帝溥仪 接受东京审判的真实影像 因为当年叶利钦在和车臣打仗的时候 就被车臣用人质威胁骗过 同性恋炸弹又名激老炸弹 是美国曾经要研制的一款不致命化学武器 是为了能把敌方的男人们全都炸成激老 不过没研制出来 一星级学校只有基本的办学地点和教学秩序 条件艰苦 二星级相当于是重点学校 三星级学校相当于省重点学校 四星级学校要求必须是国家示范层面 五星级学校则是从出生开始命理就能上 因为你不论要找多么抽象的图 在猫和老鼠里都可以找到一模一样的图片对应 葫芦娃的动画片是怎么制作出来的 是老艺术家通过剪纸一点一点拼出来的 美国拆解华为星级后得出了什么结论 发现内部没有任何美国零件 芯片 技术均为中国制造 什么大力士不去参加奥运比赛呢 因为举重比赛有严格的体重限制 大力士的体重超重了 据说人生气或紧张时开车会更加费油 也就是说心情愉悦的时候开车会更加省油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 所以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好不要开车 为什么我们在害怕的时候会喘气 因为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 面对野生动物时 这种喘气能吸入更多的空气 使其迅速传输到血液中 身体很快就会做好 逃跑或者战斗的准备 所以这一习惯也刻在了基因里 原来古代长腔上的红鹰并不是用来装饰的 而是用来防止滑手的 当矛头刺中人后 鲜血会顺着长矛流到手上 这样会导致手滑 而红鹰能有效阻挡鲜血流到手上 他叫潘德明 浙江人 因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徒步环球旅行的人